我是站住成一镜 今天认什么 首相马哈迪表明 取消东铁计划是因为我国负债累累 那东铁计划是会继续还是腰斩 财政部还没给出回应 不过首相马哈迪今天在推荐反贪蓝图后就说 政府取消东铁计划不是为了打击中国故意违反合约 而是为了要缩减无法承担的巨额开销 那取消合约是不是还要巨额赔款呢 马哈迪就强调 虽然如此但也不像我们未来30年需要背负的债务那么大 那马哈迪这边才说完 东铁计划可能不签了 因为国债真的是太高了 那另一边乡纳吉也沉不住气 今天马上就在面子书发文反击 说在2009年到2017年他执政期间 国债的确是有增加 不过他质问 和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估国债增加的幅度真的是最大的吗 他甚至还贴出数据图 借此来呼吁大家别冤枉他 好了那现在呢 冬铁计划是闹得沸沸扬扬了 最后到底是会继续进行还是会取消呢 各界都在关注 财政部长林冠英就说 现阶段政府会对冬铁计划保持沉默 那无论如何他承诺 一旦冬铁计划有了最新进展 政府会立刻发布官方声明 看来大家还需要在内心的懂一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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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